你去买一个手机产品 你跟喜欢一个人有什么关系呢 我告诉你 人类史上有很多的思想的创造者 他的嘴脸都是很讨厌的 你去看乔布斯一声滑表的各种言论 简直就奇葩的极品 而且他对于自己的老婆 对于自己的女儿 对于自己的朋友 几乎是心狠手辣 自为卑鄙无耻 但是不管怎么样 最终你欣赏到苹果手机 你是在用他的产品 你不介入他的个人生活 在罗朗浩没有睡过你之前 你就不要给他那么高的人身攻击 对于他人品做那么多的评价 你了解他吗 你知道他吗 你融入他的生活吗 你没有 你跟他没有一毛钱关系 他完全就不相干的一个人 不要整天觉得自己已经被罗朗浩睡过了 不可能 你们这种自恋是不可取的 罗朗浩也不想睡女 不要认为他是一个丑落胖子 你去睡他 他就很高兴了 没有的事